当天晚上 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隆重举行 习近平和普京步入会场 全场观众起立鼓掌 两国元首在主席台中央站立 场内奏响中俄两国国歌 普京和习近平先后致辞 普京在讲话中热烈祝贺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 普京表示 人文合作在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 双方互办了国家年 语言年等活动 去年 中国俄罗斯旅游年成功举办 这些活动极大增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 巩固了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普京表示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是俄罗斯公民第三大旅游目的国 两国旅游合作潜力巨大 相信俄罗斯中国旅游年活动必将精彩分成 加深两国友谊 促进俄中关系发展 习近平在讲话中 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 向支持和协助举办中国旅游年的俄罗斯朋友们 表示衷心感谢 习近平表示 中俄两国山水相连 是好邻居 好伙伴 好朋友 我和普京总统一致决定把扩大各领域务实合作作为今后两国关系发展的重点 为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供重要推动力 习近平指出 旅游是传播文明 交流文化 增进友谊的桥梁 中国是文明古国 又是充满发展活力的东方大国 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希望双方以举办旅游年为契机 把旅游合作培育成中俄战略合作新亮点 习近平希望俄罗斯中国旅游年活动能够像春天一样百花齐放 叉子烟红 并代表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 欢迎俄罗斯朋友们到中国旅游 观赏自然风光 体验中华文明 增进人民友谊 开幕式后 习近平和普京同中俄各界人士5000多人 观看了由中国艺术家表演的《美丽中国》主题文艺演出 2010年9月 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宣布互办旅游年 成为继互办国家年和语言年之后 两国举办的又一重大主题年活动 汪洋 王富宁 栗战书 常万全 杨洁篪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开幕式前 普京还同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进行了亲切交谈 普京夫人普京纳陪同彭丽媛参观了克里姆林宫 isedAST搜索 词